各位朋友 前几天的时候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的记者采访时证实 说轰-20和歼-35将会出现在今年珠海航展上 当时中国的网友是一片欢腾 歼-35确实令人非常期待 但是轰-20更令人期待 但是也有我的一些粉丝有不同的意见 说轰-20这种大型的飞行器在航展上 第一次公开几乎没有先例 吴基伟正在吹牛 只是勾引大家去看珠海航展 不可能出现在珠海航展上 为什么说不可能呢 网友的情绪就是这样的 珠海航展咱们来回顾一下 珠海航展到今年是15届了 1996年开始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当初第一届珠海航展上 是亮出了什么飞机 96年航展上最大的明星 是中国解放军的歼-82M 这是96年啊 朋友们 这个呢当时是中国的这个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面向国际市场独自出资研发 这个歼-82M的技术水平呢 在当时呢采用了先进的火力控制系统 还采用了GPS导航信统啊 这个看看当时的这个造型啊 1996年这是 不过呢名字虽然是航展啊 准确的说呢是防务展更合适 因为参展的不仅有各国的飞机 民航飞机 还有航空发动机 还有国内的长征系列火箭 及陆军的火箭炮 坦克自行火炮及轻武器 96年呢 第一届航展英国的金梦特技飞行队 与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呢 表演了眼镜蛇机动 这是中国的观众第一次看到苏-27 惊人的机动性 第二届 1998年开始 中国空军的八一飞行表现队 开始参加特技飞行表演 俄罗斯的一个叫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的苏-27呢 再度表演了空中加油和眼镜蛇机动 第三届 2000年的航展上呢 共轴的返旋翼的KA50直升机参展 另外呢 还有英国的金色梦想特技飞行表演队 和FAI之星特技飞行队呢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五届 2024年的航展 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首飞太空第一人 杨立伟出席 神舟五号飞船的返回舱 实体参加了展出 同时呢 俄罗斯语焰飞行特级飞行队和解放军的 八一飞行表演队呢 也参加了表演 第七届 2008年航展呢 最大的新闻是中国的商飞公司向印度呢 出售了25架 ARG700型支线飞机 成都的歼10和西安的歼轰7A军首次公开亮相 轰6U啊 这个也表演了这个 这个模拟加油 第八届 2010年的航展 八一飞行表演队 换装坚实以后 首次公开表演 另外的 巴基斯坦空军的特级飞行队 也参加了航展并表演 第九届 2012年航展 翼龙无人机 全系列的参加了展出 这个时候中国开始从这个无人机上展露头角了 当时呢 还展出了空警200预警机 中距空空导弹 空内地武器都参加了展出 另外还有C919大型客机的展示 不过当时只是一个模型 2014年第十届 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运输机 运20首次公开展出 空军的首批女歼机飞行员 首次亮相珠海航展 驾驶坚实的表演机 进行了空中的特级表演 第十二届 2018年的航展 国产大飞机 C919明星参展了 从模型变成了实机 2018年的11月11号 四架全新屠装的歼20战机编队进行了飞行展示 并打开了弹舱 14届 14届2022年的航展 中国空军的歼20 运20空警500 轰6K 红9B都参加了航展 此外亮相的还有 运20的加油机 歼16 攻击2无人机 以及陆军的直20 另外还有一批概念性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也亮相了航展 珠海航展可以说是从门口罗雀到中东狗大户的下场买买买呀 珠海航展的可看性很高 如果想看全球各国的军机 你来珠海航展这个看就行了 而且呢 还有这个精彩的飞行特技的表演 珠海航展的发展过程呢 就是中国空军现役装备的发展历史 从来呢 这个都被全世界关注 现在呢 成了全球最热门的航展之一 这个 而且呢 是研究中国的这种解放军 空军 还有入军武器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窗口 所以这个呢 特别一些外国的军事专家呢 是肯定是借借不会这个落下的 他们年年来 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装备 这几年啊 可以说是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到原来啊 没人下单 到现在中东的狗大户是吧 成和成旅的下单 目前 最知名的是歼35和轰20 歼35呢 有一款陆基版 是吧 这次能够亮相吗 最重要的就是轰20了 轰20呢 一直呢 都这个宣称是轰六改 再改下去 有的网友就细言 好吧 A到Z 这英文字母都参加呢 不够用了 你就别忽悠我们了 行不行 那没办法 那是战乎局的局长张兆忠将军定下的模板 好 忽悠到现在 终于 中国的相关的这个官员宣称 你们可以期待了 轰20呢 是中国军方20系列的最后的一个机型 是一个隐身战略轰炸机 航程超过了8500公里 起飞的最大的重量是200吨 载弹量高达45吨 最高的音速为亚音速 装备四枚高超音速隐形的巡航导弹 轰20跟美国的B-2差不多 是无尾非议的气动布局 这个2017年开始就多次传闻要首飞 但每次呢 这个军迷呢 都是空欢喜 2023年底 B-21首飞的时候 也曾经传出红20 也即将首飞 最终呢 大伙呢 还是失望了 社交媒体上呢 一度传出红20呢 已经下马 不过今年3月份 这个相关的官员 透露呢 很快就会看到了 轰20一直在精雕细琢 这个有消息也说呢 之所以延迟这么久呢 是为了配备高超音速导弹 当年轰20立项的时候 还没有高超音速导弹呢 现在高超音速导弹 不配备这个轰20 怎么行呢 就是为了适配 所以呢 耽误到了现在 这次的珠海航展上 终于大国重器要来了 而且呢 这两天呢 习近平主席也视察了解放军的另一个重器 那就是导弹部队 上午11时许 习近平来到火箭军谋旅 训练场上 某型导弹整齐排列 这是该旅新唤醒的主战武器装备 习近平来到这里 听取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介绍 查看官兵操作训练情况 抖音 看那个后边的导弹 无疑是超高音速的导弹 因为它的结构是双追体的 那轰20在珠海航展上会不会亮相呢 它来了 它真的来了 这一段时间 记得点赞关注哦 各位有中国的网友晒出了 珠海航展内部部展的照片 各位 睿智的网友们 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呢 还是AI合成的呢 我看着像真的 因为以我的直觉来讲的话 轰二零已经酝酿了这么多年了 美国亮出了B21 中国还不得把红二零亮出来啊 我相信是真的 咱们拭目以待 点个订阅 下期再聊